本月29日凌晨许,一辆自小客车进行停放在本所使用停车阁内 值班远警机警发现驾驶人并没有走入抛所内报案 反而在路边人行道座下休息,顾上前盘查 盘查时,书闲说辞反复,胡言乱理且身上上发酒味 便称不知道怎么到抛所的 经远警告知会调阅监视器佐证 经护器测得酒测值超标 便立即以刑法公共危险罪,逮捕送办 警察书信驾驶和女乘客是在巨蛋附近烧宝店上班的同事 在附近超商饮酒后便要再与同事访为前证住处 因不声酒力要停在路边休息 却完全没有注意到停到抛所前的警用停车梗 所信仅偷靠路边而尚未酿成事故 码警察书信驻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